全球每年大约有将近百万的儿童 因为吞噬异物而求助医疗 最常发生年龄是6个月到6岁不等 占了全部案例的7到8成 台东马街医院每年也要处理 有20例儿童异物吞入的案件 日前有一名2岁男童 就因为扭扣电池卡到石道了 导致石道出现严重肿胀发炎的情形 后续还必须要观察 而这个男童还可能面临石道穿孔 出血还有重金属中毒等问题 小朋友对任何东西都充满好奇 常常拿了就往嘴里塞 也因此误吞异物的事件频传 在台东就有一名1岁半的男童 在家中突然出现干呕 不由自主的一直流口水 还有呼吸困难的现象 紧急送医后 医师检查发现男童的石道卡了扭扣电池 虽然用内视镜将电池拿了出来 但是电池却已经严重造成 它的石道腐蚀甚至穿孔 住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正常进食 根据就是马接这10年来的统计 吞食的义务最常见的就是硬币 硬币将近占了5成 那再来是一些药物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零散的 比如说钉子磁铁电池这些 孩童屋食的状况频频发生 台东马接医院每年都约有 20例儿童吞入义务的事件 需要用内视镜把东西取出的有4到5人 全球更是高达10到百万名的儿童 因为务食医务而送医治疗 这样的状况最常发生在6个月到6岁的孩童 占了7到8成 今天吃了一个弹竹 你有可能在 就是它如果不是卡在气管里面 因为我们说卡在气管里面 一定要做就是这个急救的方式 但如果它卡在死道呢 有些卡在死道的时候 你把它吹吐 它吐出来之后就又吸回气管 那这时候更危险 这是第一点 但有时候在吹吐的过程 它可能会把一些食物吐出来 然后再被吸到肺部的时候 它会造成吸入性肺炎 这是第二点 然后还有一些是最严重的情形是 它如果本来就喝到强酸或是强碱 它喝下去的时候已经灼伤死到一次 它在吹吐的时候再灼伤死到一次 那它的灼伤就会变成更严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建议吹吐的原因 除非它已经造成气管的阻塞 医师建议如果儿童不小心吞入义务 还在口中就可以立刻移除 只是如果已经吞了下去 就不建议吹吐 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应该立刻送医 而当下孩子出现窒息 呼吸困难 可以排北压凶或哈姆立刻法 而也要尽量避免孩童取得到这些物品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